白月光回头的杀伤力有多大 大概就是和我结婚五年的老公 在得知初恋女友身患绝症时 义无反顾选择和我离婚 重新执子之手 与子到死 他们跪在我面前 食指向扣求我成全 后来身患绝症的白月光没死 因为他们俩一起进了监狱 真正做到了共进退 法庭上 看着他们狗咬狗一嘴毛的好戏 我感慨果然是真爱啊 莉莉姐 我求你了 你就成全我们吧 眼前的女人从病床上爬起来 不管不顾地跪倒在我面前 我的老公和她食指紧扣 眼神是我从没见过的坚定 人力是我对不起你 我沉下脸 声音冰冷地说 我不会同意的 你们死了这条心 这个女人叫卢若若 是我老公孽远的初恋情人 如今得了绝症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死 叶远告诉我 想来医院探望朋友的时候 我就知道这个朋友是她了 她的钱包里 一直偷偷藏着她的照片 我假装不知道 心里却一直有根刺 今天跟着一起来 也是想做个了断 我觉得卢若若身患重病 已经对我造不成什么威胁了 没想到她竟然直接握住我老公的手 当着我的面说自己时日无多 不想留遗憾 只想陪在最重要的人身边 甚至给我下跪 请我成全他们 这真是太荒唐了 我直接拒绝了 叶远却说 我愿意 人力 我和弱若已经错过一次了 我不想留下遗憾 将来后悔 你能理解我吗 她眼睛里露出些许愧疚 还有即将得偿所愿的欣喜 叶远 你有没有想过她得了这种病 已经活不了多久了 你一个成年人 就为了几个月的潇洒 连后果都不顾了吗 我冷脸到 我不能接受和别的女人分享丈夫 卢小姐 你不用费心思了 卢若若眼圈红透 柔声道 我知道 对不起莉莉姐 可我真的 说着 她紧紧抓住聂远的手 转头扑进她怀里痛哭起来 聂远把卢若若护在怀里 防备地看着我 你怎么这么恶毒 对一个病人这么说话 你的教养呢 你父母 我浑身一震 她的指责戛然而止 不自然道 给若若道歉 我爸妈早就没了 从上初中开始 我就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聂远是知道的 她也知道这点最能伤到我 我没错 我喉咙干得发色 却不愿意在卢若若面前落了下风 于是强撑着 卢小姐 我和她是合法夫妻 现在也只有一夫一妻制 没有三妻四妾的 你们俩这么跪在我面前 是指望我同意你给她做小 我又转头对着聂远冷吃一声 你好歹接受过高等教育 不至于做出这种裹小脑的事吧 聂远皱着眉 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吗 我没有谈的必要 卢若若呜呜呜地哭起来 你们别吵 别吵 都怪我 我不该生病的 我是想着我快死了 没有多少时间了 我最舍不得的就是聂哥 莉莉姐 你别和聂哥生气 都是我的错 聂远蹭地站起来 脸上带着决绝 我心里咯噔一下 就听她说 人力 我们离婚吧 轰的一声 我脑子炸开了 这太荒唐了 她情深义重 和身患绝症的初恋女友 心心相印 而陪着她五年 任劳任怨付出一切的我 仿佛是拆散 有情人的恶毒女配 可明明我才是 那个名正言顺的 聂远见我没说话 自顾自便解道 离婚只是暂时的 若她这种情况 咱们都知道 她只是想在最后的时光 有我陪在身边而已 可人力 你还可以拥有 我一辈子 你懂吗 就这一段时间 你放心 我以后一定会补偿你的 聂远往前一步 向我伸手 我下意识避开了她的触碰 她有些受伤地盯着我 我却只觉得恶心 卖惨在我这里没有用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好好想想 卢若若突然笑出声来 莉莉姐 又不是聂哥离不开你 干嘛说给她机会 你身为她老婆 却一点都不理解她 如果我是你 我肯定不想让聂哥留下遗憾 再说了 我都这样了 你还有什么不放心我的 聂远欣慰味地和卢若若对视一眼 卢若若甜美一笑 软声道 聂哥 你能帮我出去买个酸奶吗 我有些话想和若若姐说 这是女孩子之间的悄悄话 不允许你听 被她迷得神魂颠倒的聂远 二话不说就出去了 她一走 卢若若立马 就变了脸色 贱不贱啊你 男人都不要你了 还非要死气白赖贴上来 我强忍怒气 比起你这种抢别人老公的人 明显是你比较贱 她夸张地大笑起来 是我叫你们离婚的吗 是她要跟你离的大姐 又不是我要求的 你不想跟她在一起 你猜咯 她摆出一副无赖的态度 让我受了一度仔细 得病是她不幸 可聂远明显也是被她蒙蔽 同是女人 我能看出来她不爱聂远 我要去告诉聂远 让她看清这女人的真面目 卢若若似乎是知道了我的想法 毫不在意道 去吧 看她信你还是信我 可就在我转头的瞬间 卢若若突然爆发出一声尖叫 猛地摔倒在地上 而聂远不早不晚 将走到门口 她脸色阴沉 大步跑进来 我被她撞天了身子 差点被门框磕到额头 小指甲打到了墙上 从中间劈开 钻心地疼 应急反应让我的眼泪 一下子滚了出来 撕 聂远扭头 恶狠狠瞪着我 人力 你太恶心了 我当初真是瞎了眼才看上你 要是若若有什么事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食指连心 我疼得说不出话 聂远还在骂 你爸妈死的时候 怎么没带着你这种 蛇蝎心肠的女人一起去 啪 我用没受伤的手 狠狠甩了聂远衣耳瓜子 痛哭出声 聂远 你当初在我爸妈灵前承诺过 你会一辈子对我好的 打完聂远 我没勇气继续待在医院 她早就忘了当初的誓言 不管说再多 她眼里也只会有卢弱弱 换作以前 我其实不会挽留 如她所说 我爸妈都不要我了 她不要我 其实我早就在脑中设想过千万遍了 我拿出一张必超报告单 看着上面运四周的字眼 回想起医生温柔热情地跟我说宝宝情况的场景 我还是决定再给聂远一次机会 我和聂远结婚以来 一直都相敬如宾 原本我觉得这种平平淡淡白开水一般的感情 至少温暖可靠 直到今天在医院 我才意识到她不爱我 可我不想放弃这个孩子 聂远巨子质量不好 为了要宝宝 我提出去坐试管 可婆婆不允许 她觉得是我的问题 便招法给我补身体 各种中草药 我几乎是当饭在吃 医院也去过无数回 我吃了那么多苦 才判来这个孩子 还没来得及将这个消息告诉她 我把臂超单仔细叠好 小心翼翼放进包里 回到家 我打算先把这件事告诉公婆 聂远却紧随着我进了门 视线落在她和卢若若紧紧向握的手上 你怎么把她带回来了 聂远给卢若若拿了一双拖鞋 体贴入微地蹲下帮她穿上 对我说话却极度不耐烦 你管得着吗 随后她高声 我带若若回家 就是要换老婆 我控诉爸妈 聂远她 公公择了一声 打断了我的话 我这才发现 婆婆对卢若若露出了满意的神色 她轻易地把卢若若拉到沙发上坐下 聂远端来温水 他们你一句我一句 聊得欢声笑语 竟是硬生生把我当成了透明人 我终于克制不住 冲过去拍了桌子 你们到底什么意思 婆婆冷笑 连自己的男人都管不住 你没本事 还要让别人来帮你买单 我本来都不想说你 非要往枪口上撞 你说你何必呢 我深吸了一口气 我管不住 你儿子道德败坏找小三 怪我管不住他 你怎么不说是你的基因有问题 生出来一个人渣呢 公公横眉树立 立声道 住嘴 我立刻冷眼贴向他 上梁不正下梁歪 公公脸色难看 却没再开口 婆婆没听懂其中的意思 指着我口水横飞 老娘说错了吗 不就是你没本事 嫁进来五年 肚子一点动静 都没有人家对门的李大娘 三年都抱上两个大孙子了 你不是不下蛋的母鸡是什么 你不生 有的是人愿意给我儿子生 卢弱弱听到这话 居然连连附和 我不想把事情闹得太难看 也没打算揭穿 卢弱弱是将死之人的事实 主要是想为父中的孩子积德 听到婆婆的话 我下意识拉开包包 想把那张运简单拿出来 聂远一把拽住我的手 用力把我往门口拽 你在这里 弱弱会不开心 赶紧走 我挣扎不了 你会后悔的 聂远斩钉截铁道 我绝不后悔 咱们明天就去民政局领离婚证 你净身出户 一分钱都没有 我的钱要给弱弱用 你知道他情况特殊 你善良一点 我愣住了 就在我愣神间 聂远直接把我推出门外 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士 关上了门 外面天已经黑了 聂远一直为卢弱弱打算 也就罢了 事到如今 竟然连尊严和体面都不给我 大晚上还把我赶出来 简直是一点情分都不讲 我心底生起一股剧烈的不甘和绝望 我告诉聂远 想离婚可以 推迟半个月 他胡疑 人力 你别欲情故纵 我不吃这套 我让他放心 只是想花点时间 给你准备一个离婚礼物 为咱们的感情 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而已 半个月后 民政局别迟到 被推入手术室的那一刻 我闭上了双眼 宝宝 希望你下辈子可以找到爱你的爸爸妈妈 别再跟着我了 流产手术很快就结束了 我没着急进行下一步动作 休整了半个月 我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 明天就是我和聂远约定离婚的日子 我把他从黑名单拉出来 主动给他发了条信息 提醒他别忘了 聂远的电话下一秒便打了过来 人力 你到底在耍什么花招 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气急败坏 可能是这些天联系不到我 突然急了 我把手机拿得离耳朵远了一些 你别这么大声 我之前答应了你要和你离婚 就不会出尔反尔 你知道的 他愣了一下 愣哼道 说好了 房子和钱我不会给你的 没事 我轻轻吐出一口浊气 留着给你们买棺材好了 说完 不等他反应 我直接挂断了电话 顺手把他拉入黑名单 反正我已经把他通知到了 明天离完婚 也没有再联系的必要了 至于财产 他那点钱 我还真看不上 我和他的婚房 当年是贷款买的 他们家为了房着我 哄着我写在了他爸妈名下 不算我和他的财产 那房子现在贷款都还没还完 不过这些都跟我没关系 至于钱 我早在看到他钱包里 卢若若的照片时 就留了个心眼 每个月转移了一半出来 聂远想让我净身出户 肯定不会主动提财产的分配 他很自信 一定认为只要把手里的东西 牢牢把握住 不给我就行了 但这样一来 他就不会知道我手里有多少钱 第二天 我准时出现在民政局门口 聂远和卢若若早就在这里等着了 见我出现 两个人都齐齐松了一口气 我觉得有些好笑 聂远 既然来了 就进去吧 卢若若没说话 但已经主动过来挽住我的手 把我往里面拉了 我把手抽出来 不用怕我不理我 还怕你们反悔呢 聂远脸色有些尴尬 直到办完手续 离婚证到手 他们俩才恢复嚣张的神色 对了 你当时不愿意离婚 不是说要去给我准备离婚礼物吗 卢若若拽了拽聂远的衣袖 阴阳怪气道 提这个干嘛 莉莉姐应该就是跟你开玩笑呢 莉莉姐 我知道你舍不得聂哥 可抓着一个不爱你的人 也不会幸福 这半个月 你应该是想通了 才决定把聂哥还给我的吧 看似在为我解围 实则暗示我不愿意放手 欲情故纵 可惜失败 我挑眉 看着眼前跳梁小丑般的两个人 从包里摸出一个瓶子 递给聂远 聂远正了一下 不敢置信地看着我 这是什么 卢若若不知道聂远的身体状况 他一脸吃惊地大叫 血乎乎地好恶心快拿走 聂远不敢伸手 我直接把瓶子硬塞到了他怀里 顺带还扬了养手中的离婚证 笑得一脸大愁得报的快意 诺 你的孩子啊 聂远如遭雷劈 整个人都呆住了 我说 聂远 你不是想要有情人终成眷属吗 现在你可以尽管去追爱了 我和孩子给你让路 就这么一会儿 聂远的眼球布满了红血丝 整张脸成了猪肝色 他抓住瓶子的手 不住地颤抖 我 你什么时候怀的孕 为什么不告诉我 卢若若被他的反应吓了一大跳 聂哥 你 你怎么了 聂远结结实实 挥手甩开了卢若若 血红的双目紧盯着我 告诉我 我退了一步 冷声道 刚查出来怀孕那天 是我陪着你去医院看卢小姐 你们俩跪在地上 求我给你们让路 让我成全你们 我那时候就想告诉你的 后来出了些意外 我想着回家再把这件事告诉你们 想看在孩子的面上 再给你一个机会 但你把他带回来了 我没来得及 那天是晚上 聂远 但凡你有点良心 没有在大晚上 把我赶出家门 那你也不会不知道 聂远痛苦地捂住脸 双肩剧烈抖动 不知道在哭还是干什么 为什么不告诉我 为什么 他不断重复 语气说不出的绝望 他后悔了 但我知道 他在意的只是孩子 根本不是我们的感情 如果没有孩子 此时此刻的他 只会庆幸把我甩掉了 卢若若现在旁边 恶狠狠地瞪着我 我说 聂远 这是你造的孽 别辜负孩子 好好陪卢小姐过完 最后这段日子吧 卢小姐 你以后死了 看见我的孩子 麻烦照顾照顾他 顿了顿 我突然笑了 不过你们应该也碰不上 医生说 孩子是天赐的宝贝 他现在应该回天上了 而你这种拆散婚姻的第三者 到时候是要下地狱的 卢若若火冒三丈 恶狠狠地盯着我 聂远顾不上他 抱着瓶子跌跌撞撞 失魂落魄地跑了 我回到租房时 聂远他妈的电话打了进来 犹豫了一瞬 我还是接了起来 手机立马传出哭天腔地的骂声 你个杀千刀的娼妇 连自己的孩子都不放过 我的大孙子爱 你陪我大孙子 公公也骂 谁让你打掉的 那可是我们聂家的种 你这种女人要遭报应的 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婆婆 人力 怎么你打胎的时候没死啊 这是咱们没完 我漫不经心地扣了扣指甲 悠悠说道 我都和你儿子离婚了 我为什么要给你们家生孩子啊 当初聂远说 要换老婆的时候 你们两个老不死的 不是第一个站出来支持的 所以我说人要积德 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你们家就是和大孙子没有缘分 聂远那样 这辈子可能只有这么一次 上天眷顾她的机会 你们都不珍惜 老天爷也不会保佑她了 婆婆气得大吼 放屁 我儿子好得很 明明是你没用 别以为你打胎 就能吓到我们 我儿子又不是找不到别的女人 反倒是你 现在就一个流过产的破鞋 这辈子都没有男人要了 他似乎觉得没有男人 要是很恶毒的诅咒 不禁得意起来 我勾唇笑了笑 蠢货 我再告诉你们一件事 卢若若得了绝症 病得都快死了 你儿子为了他和我离婚 就是想在最后的时间开心一把 就他们俩的身体素质 你还想要孙子 我看你们两个老不死的当孙子 还差不多 对面的呼吸越来越急促 像是气得不轻 紧接着 婆婆愤怒地吼叫爆发出来 贱货 难怪你一天到晚吃那么多药 还敢骗我说是维生素 你陪我大孙子 电话里传来鸡飞狗跳的声音 卢若若被打得到处乱窜 她嚷道 聂哥 聂哥救我 别打了别打了 然而 回应她的只有聂远他妈的怒骂 我挂断了电话 聂远不像他妈 他是受过教育的 知道自己质量不好 意味着什么 她妈对我实施那些不公平的差别对待时 她为了自己那点可悲的男性尊严 从来不说什么也没有制止过 现如今没了这个孩子 她以后再想当爸爸 更是男上加男 而沉浸在悲伤氛围中的她 在卢若若挨打时 一定会选择冷眼旁观 我叹了口气 只恨自己识人不清 我以往总沉浸在家和万事兴的假象中 却忘了那都是我一步步隐忍退让换来的 只要她没出轨 没有触碰到底线问题 我都会选择原谅 可不尊重才是真正的问题 她是不尊重我 才会对卢若若念念不忘 甚至想要再续前缘 但凡她把我当个人 平等对待 就不会做出这些丧心病狂的事 毕竟 帮助朋友的办法有很多种 不是吗 自从这一通电话之后 聂远一家仿佛人间蒸发一般 完全淡出了我的生活 在这期间 我重新振作起来 主动出门面试 最终得到了一个很不错的工作机会 生活有条不紊 比以前竟然好了不少 平静的日子没有一直持续下去 仅仅才过一个月 聂远居然找到了我的新公司 我不知道她找我要干什么 也没打算见她 接连几天 我都刻意递着她 公司里的同事多多少少知道 聂远不是什么好人 每天下班看到她站在那个门 也会给我发信息通风报信 我专门躲着她走 但今天却没躲过去 她直接冲了进来 动静闹得很大 惊动了老板 她说一天没见到我 就会接着来 就算报警 抓她也不怕 大不了拘留几天 再接着过来 老板无奈 只能让我去见见 我没想到她脸皮这么厚 你来干什么 卢弱弱这么快就死了 我没给她好脸色 叶远痛哭流涕 冲过来想抱着我 我脸色大变 你要是敢动手动脚 我就叫保安了 叶远这才愿意好好说话 卢弱弱 我把她赶出去了 我忘不了你 老婆 你离开之后 我才知道 你才是我最爱的那个人 咱们复婚行吗 我摇摇头 当然不行 叶远说 我真的离不开你 房子和钱 我都愿意给你 我什么都不要 你回来吧 少说这种恶心人的话 本来上班就烦 现在看见你 更觉得恶心了 什么叫做我回去 掉进十里的鸡腿 你能吃下去 叶远一愣 老婆 我赶紧叫停 打住 我刚刚说的不对 她脸色一喜 忽然开心起来 我觉得有点奇怪 但还是继续说 你不是十里的鸡腿 你就是妥食 恶心了我五年 也够了吧 少来烦我 骂完我风一般的跑回公司 或许是件常规操作 对挽回我作用不大 叶远竟铤而走险 爬上了我们公司大楼的天台 想用跳楼来威胁我 老板急得要死 使劲让我去劝他 消防员也十分紧张 众目睽睽之下 我不得已只能走过去 靠近叶远 他看见我十分开心 老婆 你是不是回心转意了 只要你愿意和我复婚 我马上就下来 我紧紧皱起了眉头 实在说不出违心的话 聂远神色一顿 道 你不愿意 他大喊大叫 高声道 要是不能继续和你在一起 那我不如死了算了 周围的人看我的眼神 已经很不正常了 我又往聂远那边走了几步 还剩一米远石停住 这个距离能保证我的安全 要是等会儿他破罐子破摔 想拉着我垫背 我也能在第一时间躲开 聂远还在不停说着那些恶心的话 我甩开嗓子说了句 你先下来 然后 我站在众人都看不见的角度 用只有聂远听得到的声音说 要死快点死 别耽误大家的时间 聂远完全愣住了 但我没管他 我又开始大声表演 你赶紧下来 有什么事 咱们好好说 我愿意再给你一个机会 然后 我继续小声道 你这种人就是该死 赶紧跳 不跳就是孬肿 迅速说完 我顾忌重施 聂远咬牙 脸上全是不甘心 我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 眼神示意他赶紧跳 我知道他不敢 要不然 现在肯定不会 继续和我僵持下去 但我绝对不会因为这个就妥协 他是死是活 跟我又没什么关系 就在这时 聂远往身后的万丈高楼看了一眼 他一下子就怂了 害怕的双腿肚子打哆嗦 他想爬进来 可因为害怕 双腿发软 早就没了力气 原先凭借着要挟我而产生的勇气 早就被冲刷得一干二净 我 我害怕 众人一愣 我身后的人群静默了一瞬 聂远哭了 他哆哆嗦嗦地哭嚎道 我没力气了 求求你们 快来救救我吧 被救下来时 聂远鼻子眼泪糊了一脸 看起来格外恶心 我连一眼都不想多看 老板松了口气 当场就把聂远告了 他在公共场合跳楼 本来就属于扰乱社会秩序 是违法的 要被拘留 警方带走他时 皱了皱眉 因为我也要参与笔录 于是和他们一起走了 路上 警官问我和聂远的关系 我如实道 他前妻 什么时候离得婚 离了一个月了 警官点点头 没再多说什么 我心里却觉得有些奇怪 果不其然 一到警局 我就知道是为什么了 原来 当初离婚时 聂远一家 因为我打胎的是大受打击 公公婆婆认定 大孙子是卢若若给弄没的 对卢若若的态度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有时没事就打他 折磨他 卢若若只是和聂远在一起 又没有结婚 也受不了这种生活 忍了大半个月就跑了 聂远这才如梦初醒 去找卢若若 却没找到 他想着卢若若还生着病 也没有其他家人在这里 很有可能会去医院 就去医院找人 这一找可不得了 医院根本没有卢若若的重病档案 他是假病 医生说 这个女孩子是来做纤维瘤的微创手术的 这种手术一般都是良性住两天院观察一下就能出去了 聂远这才恍然大悟 自己被骗了 我也很吃惊 毕竟当初聂远告诉我的时候 只说卢若若得了重病 是瘤子 是癌症 想来他估计是只看到了那个瘤子 就乱了阵脚 也真是蠢 这两个月来 聂远为了给卢若若治病 花了不少钱 该借的都借了 房子也早就拿出去做了抵押 负债累累 走投无路之下 他去警局报了警 理由是卢若若诈骗 回过头又想起我这么一个大冤种 千方百计打听过来 想找我复合 我有些唏嘘 却又并不意外 对我来说 聂远过得好与不好 都跟我没关系了 只不过以他背信弃异的程度来看 我不认为他会和卢若若有多幸福 如果他今天没有被骗 那等到卢若若死后 他还是为爱欠债 一样会想着拉我垫背 让我没想到的是 聂远竟然敢挪用公款 警官在抓捕卢若若时 查到聂远给卢若若的钱里 有一笔来路不明 所以这次 聂远除了扰乱社会秩序 还有个挪用公款的大罪 原本这种情况 把钱还回去 还能少判几年 可聂远入不敷出 连房子都没了 自然还不上 一来二去 竟然被判了十年的有期徒刑 而卢若若也因为诈骗 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开庭审理时 我特意去到现场旁听 聂远看着卢若若 恨不得当场杀了他 你为什么要骗我 他一定想不通 他总说 男人致死是少年 就是个恋爱恼 想不通也很正常 卢若若吃笑 为了前辈 聂远十分痛苦 他疯狂地挠头 我为了你和我老婆离婚了 连我的孩子我都失去了 你对得起我吗 卢若若厌恶地看他一眼 语气里的嫌弃藏都藏不住 是我让你离婚的 不是你自己要和他离婚的吗 你老婆离开你 打胎 全都是因为你 怪我干嘛 聂远大受震撼 继而是更疯狂地辱骂 现场一片混乱 聂远的爸妈同样很激动 他们刚刚才知道 住的房子被抵押了 马上就要进行法拍 也跟着闹了起来 庭审被迫终止 看着聂远被人按在那里 我起身离开了法庭 走在大街上 我的眼神逐渐坚定 前半生 我一直在追求一个家 渴望被爱 却忽略了自己 直到现在我才发现 好好爱自己 才是幸福的真谛 往后余生 适合